那我们把欧洲三大思想解放运动 和宋元明清事件思想禁锢再比较一下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思想禁锢 在这儿的乌台诗案 这是谁啊 苏东坡 宋朝是我们今天文化人 特别容易歪歪的一个朝代 我们特想回到宋朝去 因为宋朝不杀文人 你让苏东坡回答一下 是同意不同意你的答案 他就是宋朝人 他就是宋朝大文豪 而且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级别的 一顶一的大文豪 对不对 乌台诗案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 比较明确说的 是大规模的文字语的第一案 死前的皇帝也专制 他也找茬也杀人 但是像这种规模的这个文字语 宋朝是开了一个恶例的 虽然皇帝没有杀苏东坡 但是苏东坡基本上就在死亡的边缘了 苏东坡自己都知道要死了 他在这天牢里边关了几个月审他 天天审的你到底写了什么了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们认为这句话不是这意思 你到底跟我说说你有没有诽谤圣上 苏东坡没有真没有 我都忘了是什么时候写的 就各种说 一天审下来 晚上给扔到监狱里边去 有一天晚上 苏东坡躺在这监狱里边 这破床上 突然发现监狱门开了 进了一个人 带着一包袱卷 进了一个铺的地上 躺在边上就睡了 你想他都已经被折辱到了没法混的地步 他本来是你现在学霸级的人物 一路到了这个朝廷最高峰 突然跌入谷底 是吧 他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想法了 你看这人可能就是跟我同案或者是怎么着 进来的 他也懒得理 倒头就睡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 就嗡嗡亮还没全亮 那人起来退他 就退醒了 睡得呼噜 怎么了 你是好样的 我现在可以去回奏了 你谁呀 你跟我一块睡了一宿 不知道 人就走了 后来果然就给放了 那人是皇上派来看看 他心里有鬼没鬼的 结果 苏大胡子 可能这体型跟我差不多 晚上打呼噜 我头一回知道打呼噜这么有益于健康 晚上这呼噜打得震天响 这哥们大概一宿没睡 就看着他打呼噜 发现不带停的打呼噜 心中没事 晚上睡得着觉 回去禀报圣上 心中没事 必无反心 救了他一条命 也维护了宋朝的一个传统 就是皇帝不杀师大夫 但是这个乌台诗案的影响 这苏东坡后半辈子就急转直下了 最后他有一首小词写到的 温如平生工业 那仨地是什么 温如平生工业 黄州 惠州 丹州 丹州就是我们那 就在离我那很近的地方 一路奔南边 黄州是湖北 这也就算罢了 对不对 还算是个人呆的地方 惠州就已经不是人呆的地方了 丹州 那根本就不是有点讽刺我们学校所在地 是吧 这就不被认为是人类居住的地方 这位老兄 人家到了黄州 人家改名叫苏东坡 他要不遭这个案子 世上没有苏东坡 只有苏氏 在黄州他叫苏东坡 到惠州被贬到广东去了 人家说日旦立志三百克 不辞常做岭南人 给陷害他那帮人缠的 好家伙 我们这还一记红尘非子孝呢 您的日旦立志三百克 你不怕上怀呢 我再贬你到海南去 我看你死不死 人家基本上苏东坡就认为 我就在海南就死在这就算了 但是在海南还是活的 还是可以的 我原来跟我们海南的 当地的政府聊天 我就说海南本是流放地 才有东坡变不同啊 他一去海南这烂地方 就成了个文化圣迹了 我现在这学历史呢 我跟人吹海南的历史 我不吹红色粮子军 那太近了 你知道 我开头是苏东坡 然后再往上 还有一个建真 建真大师第五次东渡 飘到海南岛去了 在海南那待了一年多回去 回去就第六次东渡就成功了 海南是福地啊 对不对 就这俩人在这 那海南了不得了一点 但是你看看这就是 文字狱啊 文字狱的原则是什么 您知道吗 您可能想不大清楚是吧 没关系 我们来看看这个 松太祖赵匡胤 赵匡胤 收天下精兵 就是他问 为什么唐朝后边的一百五十年 加上五代十国都这么乱会 赵普给他回答的是 此非他故 方振太重 君若陈强 告诉他三个招 就是稍夺其权 置其前谷 收其精兵 夺他的行政权 夺他的财权 夺他的兵权 中央就强大了 地方就 衰弱了 他就不能烦你了 结果就是从宋朝以后 很少有地方造反能成功的 唯一的例外比较大的就是 就是朱棣 就是永乐成功了 但永乐呢 是因为开国之初 他手握重兵 防蒙古啊 他不是一个地方上 没有兵权的人 对不对 所以朱熹先生 后来说 本朝他不是南宋人吗 本朝建五代翻阵之壁 遂尽夺藩阵之权 兵也收了 财也收了 赏发行政一切收了 周俊遂日旧困弱 靖康之祸 鲁齐所过 莫不溃散 这不就是满江洪吗 靖康尺有威胁 对不对 那宋朝 重点是要杀武将 防武将 咱们都提到这岳飞 咱们再说 那你会发现 这是宋朝的规定 这满江洪 看了吗 没看 您这当神人都不看是吗 我还是看了一下 我觉得还行 虽然里边有一百多漏洞吧 但是 还是能看的 你当筛子看问题不大 当筛子问题不大 因为我 我这辈子 背的第一首宋词 就是满江洪 我从小就这样 我彻崇拜岳飞 当天我不吃豆腐 我爸说岳飞吃豆腐 我立刻就开始吃豆腐了 这就盲目崇拜 到一定程度了 岳飞为什么死 岳飞该死吗 别胡说 别胡说 各位 外边有人听着 出去让报名打死你 你要说岳飞该死 你就犯了政治错误了 对不对 岳飞多冤 岳飞有他的问题在 咱们今天不谈多的情感 岳飞有他的问题在 这君是赵构 臣是秦桧是吧 我别的不说 能杀岳飞的是秦桧吗 肯定是秦桧干的 这绝不是好鸟 对不对 但是没有赵构的支持 秦桧是干不了的 现在很多人在给赵构洗白 说就无论如何 是赵构也怕秦桧的势力大 什么靴子里 还藏着把匕首 你藏着把匕首 你为了赐秦桧啊 瞎掰 瞎掰的 赵构要杀岳飞 还不仅仅是因为岳飞要迎请二圣环巢 有人说那不他就完了 没关系 因为他已经继位当皇帝了 你一定记住啊 继位当皇帝是告天的 明白 就是我向天表达了我的忠诚 天把天命给我了 我爸爸来也不行 我哥哥来也不行 你们俩皇上加一块也完蛋 俩太上皇 明白 就是没有人能夺他的皇位 除非起兵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他并不怕迎请二圣环巢 而且最早把我爸爸 把我哥给弄回 是他喊出来的 他总不能说 别让我爸爸回来 那宋朝以孝治天下 他怎么混呢 对吧 而且岳飞是赵构 一手提拔起来的 从一个低级军官 培养成为高级将来 赵构对岳飞好极了 但最后为什么 非杀岳飞不可 就是核战这件事情 主核还是主战 我们今天都觉得 应该主战 对吧 在宋朝初建的时候 跟金朝全面开战 他没有那个实力 那个时候 主战就是情绪上来了 理性的分析 是要求和的 在求和的时候 有一些妥协是必然的 我不想说秦桧是对的 赵构是好的 没有什么对和好之分 但是在当时那段时间里面 是可能是一种必然 赵构也曾经主战 把他逼急了 他也打 你弄死我 我还不给你拼了 对不对 实力强的是 他也曾经北伐 秦桧的孙子是抗金名将 这些都是可以变的 你知道吗 而岳飞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 全面要求开战 你别信岳飞一个人 真能把金军给做了 刘兰芳你评书是那么说的 八百破十万 他成天打的金人哥哥兄弟呀 就很颠颠的少声量 他听说特痛感是吧 你发现这就是 我老嘲笑你们汉人的一个原因 打不过少数民族的时候 拿背后一捂在这边写 我骂你妈 就成天就 最后 咱都不是大将军去罚什么气单 罚什么嬉嬉 咱十二寡妇争心 他舍带军百岁挂帅 您听这玩意就不符合 劳动法的规定 对不对 你这百岁老人挂帅 有良心吧 你还是人吗 哪个公司老板能这么干活 不对的 过过嘴瘾 包括金庸先生 金庸这辈子把清朝骂成什么样 你知道吗 骂特别惨 你要看过金庸小生 你知道清朝没有一个人是好人的 唯独康熙他没怎么敢骂 因为康熙的人几乎于完美 他没怎么敢骂 但是弄离神龙岛的毛冬珠当贾太后 对不对 我骂不了你 我还骂不了你吗 就这就这 甭信呐 岳飞是很强大的 他是岳家军很牛 但是咱们回看宋朝的传统 别忘了人家是姓赵的 人姓赵的有基因 你这军队叫岳家军队吗 你已经死了 你不叫赵家军 你就已经死了 能理解这点吗 岳飞游走在某些边缘上 你不能说我作为皇帝 我仰仗的是你的道德约束 你道德上 你肯定是忠于我的 明天人要反了呢 和他说我做回事 你不叫最后 你贵家军队 你要是用来的 你怎么在路上 你一路上 你这送法 你知道被我们 我给你贵家军队 我给你走 所以我自己贵家军队 我需要啊 你帮你贵家军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